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曼谷購物樂Part 2 沒想過這麼近的時間之內 我又去多次曼谷 上次我隔了很久沒去過 買東西的時候都不知道買什麼好 今次就不同了,有目標 將上次很想買,但忘記了 或者很有興趣的都帶回來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在曼谷有什麼熱門的手信 有什麼很有趣很值得買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今次我想由美妝品開始說起 因為終於有時間慢慢走 有很多新出的不同化妝品 例如胭脂、眼影 又或者有一個很有趣 我上次已經想著買的 但去到忘記了 就是一個透明的胭脂 我不知道它實不實用 但聽名字已經覺得很有趣了 超可愛的 它是完全透明 有少少偏光的 然後摸上去 我以為是啫喱 不是的 它是有少少像胭脂霜的那種 有沒有慢慢 開始透少少的紅色 它是隨著你的溫度 然後有點像那種變色潤唇膏 會透一種紅潤的出來 它叫做Crystal Blush 大約是八幾匹左右 然後另外一個 就很有趣的樣子 它會有些公仔 就叫做Mail Me Jam Cheek 它是完全透明 然後放在胭脂的位置 是深深型的 看上去好像沒有東西 然後今次一樣的質地 它軟一點 它的油潤感是強一點的 這個是乾爽一點的 開始油了 但是這個應該會是乾的適合 我的手指已經開始有那種 超紅的顏色在這裡 除了透明 它還有黑色的版本 它叫做Baby Vibes 看上去又是亮亮的 好像Gel那樣 然後 差不多 都是摸上去硬的 然後推出來油潤的 你看到已經開始變色了 然後一塗出來 又是透明 有沒有少少黑 好像沒有 然後慢慢 它的紅潤感好像出得是最快 然後三個顏色 有少少不一樣的 我覺得很有趣 它們的價錢全部都不貴的 應該沒有一個是過港幣100元的 約是幾十至百多 最頂戴是200元而已 然後另一個就是現在都比較熱門的 因為我怎麼知道呢 就是它很多顏色都買光了 它這個這麼小是什麼呢 它的牌子是2P Original 然後 好可愛啊 它有一個小小的粉撲 然後摸上去也有點彈性 然後呢 它的包裝是不是超可愛 它是03號色 然後呢 是一個小蘑菇的 然後呢 畫出來的時候 一開始我是覺得 哇 什麼質地什麼顏色 然後它有少少Liquid 然後顏色又很奇怪 不過看到一推開呢 它就會變成粉霧感 以及超級自然 我覺得這個是如果有機會 可能我會再買其他的大熱色 但是當時已經是很多都買光了 除了這個03 剩下很多都是紫色 或者是那些死亡BB粉 那我就沒有買回來了 然後呢 我也是買了一個算幾大熱的同一個牌子 粉撞的胭脂 我開其中一個06號色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一些很正常的粉撞胭脂 然後它的顯色度呢 都不錯 然後呢 我買的原因就因為它有多一粒在旁邊 可以做到是一個銅色系 有少少閃亮亮的效果 它的粉質 它的珠光都挺細緻的 所以呢 如果你那天是想要雅面的胭脂 可以先用在這邊的 然後呢 突然間 啊不是啊 我都想要加少少的珠光 你加上去呢 它的效果是非常之美的 剛才這個色號呢 我會覺得是比較適合健康膚色的朋友 如果比較白呢 我會建議可以買01 它是比較自然一點的 然後還有這兩個呢 是很熱門的泰國美妝牌子來的 For you too 又是很便宜的 然後質素呢 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那買了它們最新的顏色 一個四色眼鏡盤呢 是全部都很閃亮亮 摸下去呢 粉質是很綿滑的 然後呢 我當場的時候試色是有一點點經驗 你見不見到啊 它這個價錢來講呢 我真的覺得 哇 有這樣的閃粉效果呢 完全是驚喜 還有呢 另一個是很熱門的唇膏來的 那我就選了一個18號色 有點像泰式奶茶的那種感覺 然後另外一邊呢 是一個透明的唇彩來的 然後呢 你掃上去的話呢 它就會將這個顏色 是變得持久 不會沾染 兼且是可以修飾一下唇紋 將它由雅面 變回一個亮面的 其實它就真的好似 Chanel那款同一個概念的 就是這一款 它也是雙頭的 然後呢 我用的色號是174 就跟在泰國買的不同色系 因為我都不想用到一模一樣 但是這一款呢 它就會是Liquid狀的 不過呢 其實它慢慢設定了 都會是顏色的 然後另外一邊呢 又是會透明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塗上去 就可以做到一個 是很持久 不會容易 是脫色的效果的了 我隔了幾分鐘 現在用紙巾去印一印它 那其實呢 是Chanel那個 有少少顏色 脫了出來 反而for you too 是完全沒有啊 所以它們兩個的 concept 真的好似 塗上咀的感受 我再update大家 因為呢 我都要知道它會不會 一直在裡面乾 雖然它上面有層gloss 它會不會不舒服啊 或者是很厚重呢 我都想它是Chanel的平替的話呢 如果做到 我就覺得應該可以爆色的了 因為真的好划算啊 然後呢 就買了一個早派都挺熱的了 其實香港也有得買的 但是呢 我買的時候是10元都不用啊 一個紅仔唇膏 當時我是有一個瘋狂的想法呢 就不如買了所有的顏色 然後排排站在那裡 應該超可愛啊 好像那些紅仔糖一樣 然後打開出來呢 就有一個超小的唇膏 它是很順滑的那種 然後那個顏色呢 跟我現在都很搭 塗在上面 不會爛塗的哦 我覺得以這個價錢做手信 都挺ok的 真的好可愛 還有這個這麼小粒 再加上包裝 是完全不佔用你的行李空間 你有很多朋友要送手信的話呢 我都覺得它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不過就真的現在香港是有得買啦 又不是很貴呢 大家看看會不會在泰國那裡帶回來啦 那之後呢 還有兩個呢 是一些蚊糕 或者叫做香糕啦 那一個呢 是超推薦大家買回來做手信的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盒啦 我本身以為它是香水糕來的 因為它的味呢 是芒果糯米飯味 是不是好可愛呀 它這樣呢 是細製一盒啦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但是覺得最好聞啦 最象徵就是這個芒果糯米飯 一推開的時候呢 它那一股椰汁糯米飯的味道呢 是挺像的 然後呢 會有粒粒的薄荷感 有那些像蚊糕的感覺 然後呢 那個芒果味呢 是會像芒果汁 芒果肝 芒果糖的味道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呢 你是很抗拒那些 很泰國香茅啊 很蚊糕的味呢 我覺得這個可以試一下的 它有寫是可以做到止痕啦 然後防蚊的效果啦 然後 嗯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然後另一款呢 就是一個比較上 傳統的蚊糕的味道 它叫做Terra Puffy 然後裡面呢 是有點像燕脂糕的包裝 這樣一個開蓋 然後拋出來 然後 味道呢 就真的一聞下去 很慢甘油 再加上蚊糕的味道來的 因為我媽媽呢 就說我平時用開那隻 它已經是用到唇了 止不了痕 我就打算去找一些其他的給它 那我們走走走走走 它就覺得這個呢 味道一聞下去就很強勁 所以呢 又很方便 不像以前那些要用手指滑來滑去 你就這樣塗就行 那就試一下啦 再來 就會在七仔今次 只買了這個 現在很熱滿很熱滿的美白乳液 就是用來塗新的 這個就很想試在我自己的手上 因為真的超黑啊 它熱滿的程度呢 我找了五間七十一 才找到它 所以一買呢 我就買了五六包回來了 還有呢 就是這個十倍的面膜 我上次買完用了呢 都覺得是挺好用的 以它的性價比三十多元 它的質地呢 我覺得以這個價錢 即九元一塊來講 都算挺好 不錯 敷上去的精華也很多 然後保濕那些都會做到的 還有它是出了很多現在很流行的成分 例如那個麗珠蘭那些三文魚成分 它把它做到的面膜 然後呢 一些retinol 緊脂 保濕 不同類型的這些面膜都有的 那就 每樣買一些回來玩一下 然後其他的雜巷 就有這一代 不是很多的 有三件的T恤 本身呢 我還有一間的布T是很想去的 但是去到呢 我才發現原來它九月呢 已經沒有在Banggort有那個Boof 已經完了 然後剩下青麥有店 那就很失望了 沒有得去 然後呢 就買了一件 是很大件 給金先生的 超有趣的 一見到我就覺得好像Chopper 雖然Chopper不是蠟腸狗 然後另一件呢 就會是我自己的 我很喜歡它上面的字 Make your own magic 它上面的字體是很有趣的 很有同趣的 然後呢 下一件 超有趣的 我一見到這隻雞仔 打泰拳的雞仔 我就忍不住買了 然後手袋呢 輕輕就買了兩個 一個呢 就會是Gentlewoman 因為呢 我上次去的時候 就買了一個白色的餃子袋 我就覺得很好用 這個型都很漂亮 今次去呢 我看到它出了那個小的版本 一個迷你size 即是熟悉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對於這件事 是完全沒有抗拒能力的 那它這個餃子袋呢 就跟另外那個不同的 它就會長帶 是沒有得教的 是可以斜背的 然後呢 之後呢 旁邊一樣可以索這條繩呢 就可以做回那個餃子的形狀 這個 厲害一點啊 然後呢 它的size 我查過 是可以絕對擺到一部電話 但有餘的 是很多位置正的 絕對不是一個廢袋來的 它有很多顏色的 有紫色啦 跟著鮮紅色 黑色 還有這個銀色 我不記得還有沒有粉紅色 還有一個粉綠色 那個鏡靚啊 還有這個呢 就是完全為可愛而買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用不用到 或者用的時候出街會不會被人打的 但是呢 我真的覺得超有趣 就是Butter Bear呢 它新出的這一款袋 它打開出來呢 又是個空間 其實很大 但是像那種的相機袋 絕對又是擺到電話 有餘的了 跟著呢 它那個袋呢 就會是一個珍珠袋 我都還沒拆出來 它有趣的程度呢 我是買多了一個 我覺得有朋友都會跟我一樣 喜歡這些 超可愛的小物 是不是啊 不得我一個的一定 跟著呢 在這間Butter Bear那裡 我還買多了很多手信 是送給朋友的 例如這個是雙色夾心曲奇 應該是 我忘了了 買了之後 但是超可愛上面的插畫呢 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超可愛啊 雖然呢 這個盒子被我壓扁了少少 但是我相信我的朋友都不會介意 還有收到應該都幾開心的 另外呢 就是這個泰式奶茶的一個曲奇餅 它裡面呢 都很好 我這樣寄回來都不算說很碎的 我真的買了很多 我最後是買了一千元港幣 真的 我買了很多給我的朋友做手信 然後呢 我不知道最近有什麼活動 咦 它有一條裙子的 為什麼脫了呢 我不知道跌了在哪裡 找不到 總之呢 它的樣子本身就像它旁邊 這幅圖呢 有一條藍色的裙子的 就是我買滿3000匹會送的 一個鑰匙扣吊飾 超可愛啊 然後呢 然後呢 除了這個吊飾 我這次終於忍不住 買了Care Bear 它是新款 有一個太陽 然後一塊雲 一個星星 如果有留意我IG story的朋友 應該知道我去哪裡旅行 無論是雨桂 之前下雨打風 水浸 我一去就是藍天白雲 我覺得很好 可以紀念這個超能力 所以我就忍不住買了 好貴啊 我覺得 為什麼泰國現在的消費 買一隻公仔 是要395匹 接近100元 但是我忍不住 然後到一些的食類 第一樣就會是泰奶的capsule 上次已經看到了 不過忍了手 然後我念念不忘 這次帶它回來 它是手錶泰奶的店裡買 然後那種咖啡capsule蛋 它就是泰式奶茶 一盒就有10個 之後那些全部是BIG C的 有上次完全忘記了買 是很想買的 這次我一次過每樣買四支 是一個芝士醬 和一個黑松露醬 它是日本的BB沙律醬 出的牌子 但是不知為什麼 是泰國才有得買的 用來蘸一些薯條 麵包 餅乾 或者炸東西 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我很喜歡吃不同的醬汁的人 然後 之後 就今次買了這個牌子的 一個pattai 和咖哩麵的一些材料包 因為我每次去泰國都很喜歡買這一類型的東西 之前就經常買的Blue Elephant 今次就想試一下其他 它的樣子都好像很吸引 然後 就會是芒果糯米飯的芒果乾 它一包只有六個獨立包裝 都很大塊 就會有一些椰汁 上面有那些 芒果糯米飯的脆脆 這麼大塊的芒果乾 它真的要這樣撕的芒果乾 而且都很紮實 吃下去它不是甜到陋 然後它那個椰汁味都很像真 不是那種很假 很化學的感覺 所以 我一會兒繼續吃它 這個如果大家在BIGC看到有 絕對是可以給人做手信 另一個我覺得又是必買 就是這個椰子糖 我上個星期在去之前 和Dora吃飯 然後她告訴我 這個是很好吃的 你一定要買 她很後悔買得少 因為她這一句我買了24包 買了24包 對 我是很誇張的 買了24包 是未吃過的情況下 真的對朋友一個順子 然後一回來開吃 是驚為天人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有趣 就是我不喜歡吃糖的 我也不是特別喜歡吃椰子的東西 但是它裡面很搞笑 一個好像荒糖一樣 一咬下去 它是脆脆的 然後它就溶了 而且是會令你完全停不了 我是一口氣 差不多接近吃到一包 它裡面很少 一包我想是10粒 8粒左右 但是很輕 我帶24包 只是20位 因為它一包都會有空氣 但是完全不佔你行李的重量 除了椰子和芒果 我這次還有榴槤 其實我是一個挺喜歡吃榴槤的人 但是兩次我都沒有在當地去吃榴槤 因為都挺貴的 它們是逐塊逐塊 很多時候去一些比較漂亮的超級市場 它一塊大約手掌那麼長 要四五十元港幣 所以我就沒有買過來吃 我就買了這一款 它除了是一些凍乾榴槤之外 它是說配上一個椰奶的點醬 它裡面是這樣 一包小 再有多一包小 再有兩個點醬 它是有些粉在裡面 然後混水 它上面是這樣寫的 我不知道它裡面是有兩個小的 也挺好 我當時在那裡試了是好吃才買的 最後最後就是一樣很搞笑 我沒有想過自己在泰國會買的東西 從來都沒有想過去旅行買垃圾袋 有朋友就托我買五卷 我看到他買這麼多 我有萬斤 有香味的 例如有玫瑰味 有青蘋果 有士多啤梨味 一包裡面就會有一卷十五個的垃圾袋 還有尺寸 還有尺寸 還有另一個大小 那個就會有三十個袋 我想應該是小一點 為什麼會想要一些有香味的垃圾袋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養寵物的人士 特別是養貓 你捕貓沙的時候 都知道貓沙不是特別好紋的 這個畫面是不是很奇怪 我在紋垃圾袋 但是它是要比較近紋才會有一陣淡的香味 然後玫瑰味不是那種很香精 也挺舒服的 然後除了一些貓沙 小動物的排泄物之外 我覺得其實廚餘 或者煮完菜 吃完飯的那些渣仔 你不是立即處理 可能第二天才扔的話 它這個香味的垃圾袋 都應該可以發揮到它的作用 這樣就可以大家參考一下 在碧絲除了食物之外 都有一些生活用品 挺有趣的東西可以買到 這樣就跟大家分享完 我今次的戰利品 應該都不算很多 我現在開始每次拍都很心虛 因為我買的時候 都覺得收拾的時候 都不是很多東西 但是一拍就可以拍了很久 然後一路說 一路還有的感覺 當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去曼谷 去泰國 除了一些很常見的手信之外 我也收集了一些 我覺得比較特別 然後送出去做手信的時候 都不會太行的東西 大家也希望喜歡看 是的 我又買到一些東西 是送給大家做手信的 因為上次韓國 我不是有一支指甲油的 但是我覺得一支很難的 不知道怎樣送出去 所以今次在泰國 我就買多了幾樣東西 然後加上這幾次的快閃旅行 就可以在IG開一個post 是做手信的giveaway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嗯 我這邊會擠多這些幾個一行 大家記得 泰國才有的